调子的颜色下去做处理 意思是说可能在有一些些中间调的地方 我就会用这个调子去做 好,那现在来了 就是说刚开始我要选什么颜色做暗的地方 那我们讲过有几种选择嘛 第一个,你是不是想要画跟照片一样 还是想要自己画自己的感觉 都可以 好,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画的跟照片的调子有点类似 那我是不是可以选一个比较褶色调的调子进来 那似乎再配一点点绿色调的感觉出来 好,那我刚开始在画的时候 我不要去做一个勾边的动作 那我选择一个,你先试色 先试试看颜色,在旁边画一下 这样子,然后抹一抹 看是不是跟暗的颜色很相近 门口就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 比较灰的调子 诶,比较偏绿色的咖啡色 好像感觉这个颜色会比较恰当,对不对 那我就用这个颜色开始画 好,那我不去勾形状哦 我直接画明暗来 中间这里暗的地方 直接画暗的,用侧笔 画这一大块 我都用快钟快钟画哦 你看,好,这边呢 这边画这个影子 我现在画的是这个影子 好,画这个是影子 然后这个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诶,龙眼 哦,龙眼哦 好,画一个圈圈 哦,画 画这个暗面的造型 来,这个再画 谢谢,拜拜 再画一个暗面的造型 谢谢咯,拜拜 再画暗面的造型 哦,这样子 我都画暗面而已哦 各位同学,你注意看 我都在画暗面哦 然后这个影子下来 好,你画不对都没有关系 你去取这个造型 哦,这个 立起来 哦,里面的明暗面 不管它哦 你先画 这个跳起来明暗面不管它 桌布 这个,这个 里面的这个暗面都不管它 你先把它做成这样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那个叫 青椒 甜椒 红椒 哦,红椒 来,这边 暗面的地方 来,暗面的地方 暗面的地方 你看我都是在画暗面之处 那,那个 红椒的亮面 我们要上红色 我先不做它哦 先不要做它 好 我现在做的是这个影子 好,影子下来 包含红椒的暗面 这个区域包含红椒的暗面 这个区块 来,这里,这里 过来 好,等于我的暗面都先做了这一套 好,那这边的这个 腌制的那个梅子 这边我们再把暗面做一做 来,这边暗面做一做 来,这个上面这边 好,就是那个罐子的暗面的地方 好,不管怎么样哦 你就先把暗面做出来就好 好,做出来会变这样,对不对 我们不去用任何的形状构图去做 如果我们只画暗面 那背景先大家都不要画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把东西画出来就好 好,完了之后 这个腌梅子的里面的暗面一起做 画过头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这样的地方可以做 那画做了怎么办 画做了请用那个 牙刷 用牙刷或者是笔 把它给刷掉就好 把它粉刷掉就好 你不要去管 那个,你画超过去都没有关系 你也不要去擦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把粉稍微吹掉一下 我们说它会一直落粉嘛 那你可能要稍微擦一下 好,那我们再把暗面的地方 画扎实一点点 画扎实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它画扎实一些 好,粉多铺一点点 粉多铺一点点 好,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可能就要先混一点点暗面的调子进来 好,这个暗面 这边 好,这边 好,这边 那个 我们再做细节再多做一点 好,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调子进来 例如说 好,我再加一点点 红紫色调 来,我挑一个红紫色调出来 嗯,比较暗一点 嗯,比较暗一点 比较淘红色一点 来,这个青椒 红椒这边再画 好,把这里的暗面 先做一做 好,这边的暗面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要做混合的动作 做混色 好,那临近颜色我们先混 带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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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 带一点就好 好,因为它大部分是属于比较 呃,偏黄的调子 这边是比较偏红的调子 这边是比较偏绿色的调子 我们先做 好,接下来 我可以再混一个 等一下 糟糕 嗯,是哪一支 这一支吧 好,那接下来我再混一个 绿色调进来 好,比较偏青绿的 青绿色的调子进来 这里 绿色的调子混进来 这边混进来 带一点绿色调子 这边带一点绿色的调子 好,我再粉要稍微吹一下 半等一下,会都是粉 绿色的调子 这边,这边也带一点绿色的调子 好,大致上 我把阿妹的调子先做完这一层 我就开始做抹的动作 好,那看你要用这个抹 还是用手抹都可以 那我是比较喜欢用,先用手抹 所以我就会用手抹 好,然后把那个 那个 形抹出来 它上面有那个亮的你不要管它 先不要管它 你要抹下面比较深 靠近上面比较亮 抹成这样 好,这边也一样都抹出来 好,用抹的喔 来,这边 那个 比较深的地方 请你抹大力一点 用力把粉全部都推到直里面去 你一定要推到直里面去喔 因为你不推进去的话 你等下可能会化不了 推进去就好 好,然后这边轻轻的往 用力用力把它推进去 好,这样霉子亮的地方 我们就会 流出来 对不对 你就会流出来 好,这边更深的 压进去 然后轻轻的呆出来 你亮的地方 请你不要伤到颜色 好,那这边怎么办 往上 让它产生一个渐层 往上喔 产生渐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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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 有没有 这样就好像有一个大致上的感觉就出来了 好,接下来这边 因为同样的颜色我就用同样的这一指做就好 同样的调子我就用同样的手指做 来这边 把它揉成一个圆形出来 把它揉成一个圆形出来 来,这边 来,这边 过来喔 边缘 边缘 边缘这个部分 边缘这个部分 来,这边 过来 好,这边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喔 这个不是 不是这个颜色 但是我的手都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好 换手 不是,换指啊 换指 不是换手 换手指 换手指 那下面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换这一指 搬 搬你揉完之后 所有颜色都一模一样喔 你要换指 好 啊,如果你真的 只习惯死指的话 那就请你擦一擦嘛 就擦一擦 再重来 也可以 但是我是建议换指啊 除非你五指都没有 死指都没有了 对不对 好 好,注意你的手指喔 好 来,亮 红的就用这一指 那这边就用这一指 好 好 考验记忆力 有没有 好,这样子 好,那个混色起来 就会变这样 好,这边过来 好,这边红色的再换这一指 好,那这个是这个颜色就换这一指 好,那这个是这个颜色就换这一指 好,压进去之后 好,压进去之后 大致上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层 好,那这 像这个有些缝隙齁 我会建议各位同学 尽量把它压进去 压到纸里面去 压到纸里面去 那你如果 压过去的时候 会很多洞 那代表你的粉上的是不够多的 那你就再 把粉再填 再填多一点点 再去抹就好 好,你尽量把它填满 好,尽量填满 好,尽量填满 好,那有些地方 呃,填不满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尽量填满它 好,露一点点是还可以啦 但是不要露太多 好,完了之后 我就可以上亮的地方咯 好,例如说 你看哦 接下来 欸,我们先做 欸,红椒好了 红椒的部分 我就上红色咯 就直接来 来,我们上一点 红色咯 从红的紫色 红紫的这个颜色开始做 来 这边 画过来 好 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子 来,转到这边 再转成亮的 转到这边 再转成亮的 好 这里,这样子 好 红色的部分 来,这边再来 哦,交错的部分咯 做就好了 来,交错的部分这样做 做成这样 好,那你就可以开始抹 好,那一样 我就稍微擦一下 抹一下 好,你看我开始抹哦 抹这里 好,抹掉 把红的抹出来 红的抹掉 抹掉 抹起来 好,这边 漸层出来 这边 漸层过来 这边 漸层过来 这边 漸层过来 漸层上来 好,这样子 好,接下来 来,我们再来 再混入 那个 橙色 好,比较 红的这个颜色 来,再来 中间 好,慢慢的做漸层哦 咯 诶,可能要出一点力了哦 来,再来 再出一点力 好,这边再来 好,这边再来 然后绿色的部分 请你留下来 不要动到它 好,这边再来 好,这样子 来,这边 好,这边反光面 请你不要画这个颜色哦 好,这边再来 好,变这样 好,这边 好,这边 影子留下来 好,再抹一下 好,这时候已经 前 前三指没有了 齁 换无名指了 好,一个 一个 一个把它推出去用 好,这样子 它会慢慢的 越来越亮 好,接下来 我们再 再 再上更亮的 黃 呃,橙色啦 齁,再更亮 更亮一点 好,这边再来 中间那个最亮的 不要管它 直接画过去 因为等一下会叠 最亮的地方出来 齁 好,有没有 它会 造型上面 会越来越 越多了齁 齁 产生漸层 这样子 好,这边再来 齁,你画得越重 齁,它会越亮 好,这样子 好,这边齁,我改用小拇指了齁 这样 把它叠上去齁 来,叠上去 小拇指这边的亮度过来 小拇指这边的亮度过来 叠上去 好,这边的亮 这边过来 你可以再多叠一次齁 它的亮度就会再更亮一点 好,这样 好,接下来齁 我再上黄色 齁,你看齁 我这样排射就是 一层一层一层的颜色来 齁,再来 这个颜色再来 把它混合在一起 最亮的这个就会跑出来 最亮的这边 诶,范围会越来越小 有没有 亮的范围会越来越小 但是这边黄的比较多 我来,我黄的多一点点 好,这边黄的也多一... 诶,不多啦,一点点而已 好,这边亮的一些 好,这边亮的一些 好,这边 好,这边 叠过来齁 好,这样子 好,再来喔 最亮的再来 我们还有黄色可以用 我们黄色一层一层慢慢加 越来越亮 亮的地上会越来越亮 好,交叠,交叠 好,这边黄的越来越少 一点点 好,这边一些过来 好,产生这样子的感觉 好,这样一层一层 好,接下来 来,我就可以上 比较像肤色的吊子进来 好,这个 来,叠在这个最亮的地方 好,就是亮皮的这边 来,这个最亮的地方我再上 好,我都先上这个吊子喔 最亮的地方 最亮的地方 这里 有没有 来,最后还有一个白色可以做 对不对 来,白色进来 有没有,这样一个一个 一层一层一层就出来了 哇,它可以画到很细很细喔 好,这样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用绿色 好,我直接用 比较鲜绿色齁,直接来 好,这个鲜的绿色齁 我们等一下再加一点黄色啦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先做 来,把一些亮的地方 先勾出 你看它这个颜色很容易崩掉 也就是会坏掉 这里 亮的,只画亮的就好了喔 好,那个,这个 转折的地方 好,只画亮的地方 按的地方不要画它喔 做起来会变这样 好,这个头 好,这个头就会变这样 好,接下来我带一点黄 好,这个绿色我们放在这边 来,我们再带这个黄色回来 剛亮的這個地方,綠也帶一點黃喔 好,接下來我們可以用 那個白色再來 靠近這裡的白 再做一下 把這邊的轉彎處做出來 用紙筆推一下 我先把粉吹掉 把這邊往下推 讓它產生漸層 好,這個不夠深的地方 我們來加一個 比較那個藍色 走不到 那直接用這個好了 這個藍色進來喔 來,抹 往外抹 漸層 往外抹 漸層 我用紙筆吼,因為這個比較細,我就用紙筆 來,我們帶一點點 用一點黑色進來 好,一點點就好了喔 黑色不能 加太多,因為 這個會超黑的 來,我們加一點進來 在這個旁邊的地方 它是用來做 調色的動作而已喔 把這邊按的調子 再加深 好,這樣子 好,這樣子 頭這邊跑出來 好,那反光的地方喔 我們必須要做 這個再 下來一點點喔 好,反光的地方喔 我們 基本上喔 我們加一點點 有一點像這種 比較深的 膚色進來喔 不要用剛才的那個亮的顏色去做喔 會變太亮 就在這邊 反光 這裡 反光 往上慢慢的漸層 慢慢的越來越輕 來 刷 刷掉一些 很重 慢慢的變輕 往上刷 刷掉一些 它就變成這邊的一點 小小的反光面喔 好,這邊也來一些喔 我們都要做一些反光面 這裡 這反光面 你如果要再做精彩一點喔 我們可以再混入什麼 我們有一個顏色很好用喔 有點像薰衣草色這個 灰紫色 來這邊 加進來一點 用你的手 輕輕抹一下 灰紫色 來 反光這裡 加一道過來 輕輕往上抹一下 再一點灰紫色 像這種東西 你就 稍微做一下 會很好看喔 來這邊的影子 不夠強 這樣 我們把它做強烈一點點 綠色加紅色 深 加紅色 去混色 影子 做出來 做出這個影子出來 這樣才會精彩喔 好 好這邊我們先告一個段落 我們來做別的地方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修 好這邊喔 來我們上面開始畫 來直接用 剛才的那個灰紫色 來做 先做一層喔 這裡 做 右手 右手邊 做右手邊喔 然後齁 畫過去就好 一筆 畫過去就好 那個轉彎齁 一筆畫過去就好 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 轉接成 剛才的膚色調 因為這邊都有帶一點膚色調對不對 我們轉接膚色調 暗眠的地方就是我們第一層的顏色喔 不要去碰觸到它喔 不然的話等一下會都沒有暗眠 我們就會白做工了 這是那個 玻璃杯 玻璃這個的反光的地方 透明的反光之處 我們會就這樣子做處理它了喔 這邊塗 這邊塗出來了 我們先不理它喔 都用這個顏色做 好稍微 啊 手髒掉了 手髒掉 沒有手了 還是擦一擦好了 沒有手了就擦一擦 對啊 沒有手就擦一擦而已 好這邊再來 做這樣子 好我現在要上 剛才的那個 剛才的這個顏色 暗面的這個灰 有點像灰橘的這個調子 進來喔 這邊 做一點點 我就隨便做一下 隨便 隨便畫啦 隨便畫一下 這樣子 好 剛才這個顏色的橘色再來 來 上面也帶一點點喔 上面也帶一點點 進來 這邊也帶一點點 完了之後 一樣 這顏色再來 好唯一不同的喔 我們可能要加入一點土黃色喔 因為它 它並不是這個橘色居多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加一點土黃色進來 來我們的土黃色 這個以 我的顏色都好相近 看都沒有 好 這個喔 看都沒有 來這樣子喔 我現在 我現在先整個畫 畫一層喔 我再抹 我在一起抹 好完了之後 黃色直接來 因為它黃色比較多 所以讓它黃色多一點 來上面的地方請帶黃 好 這邊帶黃 帶黃 好就是 因為這邊的黃色會 印到那個上面透明的印上來喔 印多一點點 我邊畫邊把粉吹掉 因為那個粉其實沒有太大的作用了 這樣子 好這邊比較 這邊黃色的 比較少 綠色較多 因為靠近這邊 因為光的來源在這邊 所以你的 黃色是居多的 有沒有 這樣子 好這邊再來喔 這邊下面我們會放掉喔 所以 我們不畫那麼多 好這一層完成之後 磨 磨一個動作 等一下喔 我手把它擦乾淨好了 用那個 濕的擦一擦 就是用濕的先擦 你看濕的擦一擦就乾淨了對不對 好接下來 再轉過來 變用乾的 你一定要擦乾喔 幫你等下接觸到粉重的 你就完蛋了 你就 你就會節力喔 你就會化壞掉 就這樣擦乾淨 好不好 好 這樣子 好 完了之後 牛仔褲擦一擦 穿牛仔褲來就對了 因為牛仔褲最好擦 吹一下 好開始磨 抹了之後 它就會順一點 抹了之後會順一點 亮的地方用食指 那個暗的地方用食指 亮的地方用中指 嗯 發現手指不是很靈活 這樣子 有沒有 慢慢的那個 感覺 已經 有一點初步的 出來的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再用最亮的 剛才的那個 來 那不樂之黃 這個顏色再來 這個 好我們直接化亮的囉 來這邊 有一個亮的地方 你看喔 這邊 推推推推推 粉吹一下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吹過來 吹過來 這樣 這個光澤 然後這邊 旁邊化模糊掉 旁邊化模糊掉 最亮的 好這邊喔 一條一條來喔 如果不夠銳利就把它折斷就對了 中間把它揉一揉用紙筆揉一揉 上下銳利一點點喔 來這邊轉過來會遇到那個紫色對不對 你不要把它蓋掉 輕輕的提起來讓它做中間的轉接 就慢慢提起來就好 它就會融在一起了 你不要再用力去做它 這邊轉折 有沒有 來這邊再來喔 轉彎轉彎 往下揉 好這邊再來 這裡有一道很亮的喔 延伸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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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面去 就這一道亮的有沒有 有一道亮的延伸上來 它那個玻璃的質感 有沒有發現 你等一下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粉彩很好畫 啊 畫錯了齁 把它清掉再重畫就好 都不用緊張 你就把它清掉再重畫就好 我們上次有提過說清掉就是把那個 粉清掉的意思啦 粉不見了你再鋪就會好鋪 但是你如果 粉沒有清掉一支 一支畫一支畫你到最後 可能會畫不上去喔 轉折這邊過來 再來 跟這個紫色混合 跟這個紫色混合 有沒有 那感覺越來越有了 來這邊旁邊那個光澤的地方 再來 來光澤這邊再來 我都先用這個 有點像膚色這個顏色先做齁 有沒有 開始那個玻璃的感覺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有感覺了啦 好接下來齁 直接用白色 剛才那個白色來了齁 最亮的地方再疊上去 請你用點力齁 用一點力 再把白色再做一次 再把白色再做一次 你會發現你的光澤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像玻璃的質感 因為對比度很強 對不對 來這邊有一個亮點 這邊有一個亮點 做出來而已 就會有這種感覺了 好再來齁 這個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黃色齁 比較偏檸檬黃的調子 來再做上來 再做上來 讓它的 整個亮的效果齁 你再 再換回來這個黃色齁 因為太淡了齁 再來 再做 反射上來的這個亮點 好這邊 有一點光澤的亮點出來 好這邊 亮的 很強烈這邊 從這個最亮的往旁邊輕輕的帶起來 往旁邊慢慢的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這樣子 有沒有 好這邊 轉過來喔 好這邊也是一樣 好用你的手 往下壓 用你的手往下壓 有沒有 這裡 好這邊再來 這裡有一圈反射的齁 注意這個圓形 出來 好這邊 再做喔齁 這樣的強度就會跑出來好這邊喔 交接這邊 稍微 處理一下下 讓後面的亮度齁 把我們的 青椒 不是 天椒 紅椒這個 先 分出來 好這邊往下 我這邊的黃就不需要太黃喔 因為這邊 其實不是很重要 好那這邊一個反光的地方 我們能就齁 化回來那個紫色 然後把它 手抹一下 上來 這邊帶一點紫色往上抹 帶一點紫色一點點而已喔 它會有反射的感覺出來對不對 反射光的感覺出來 這樣畫起來會再更細膩一點點 中間有一個暗的齁 來我們用深的咖啡色這邊 我們來補一下 補這個暗的 補一下 這個暗的 對不對 你在抹要怎麼抹 好我們還有小拇指喔 往下抹 不要往上喔 往上它就會 把那個形狀稍微抹掉 往下抹 你發現那個形狀還跑出來對不對 開始分出來了喔 來往下抹 往下抹 然後往左右抹 有沒有 開始裡面去做這個動作 來深的這邊 再來 這是那個 很深的 折剩 就是咖啡色系 這邊 再做一點點 有沒有 立體感 做 所以最黑的齁 你後面可以再加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這裡 這條會有點太深喔 這邊到這邊中間這邊 因為它是受了那個反光的影響 所以它其實不會那麼亮 不會那麼深 好我們這邊 好我們來反射這個的顏色上來 有沒有 它這樣整個調子的變化度就會很多很漂亮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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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好下面不要花太深喔 最深的花在這裡 為什麼 這邊深 東西才會立體跳出來 你如果這邊深這邊很深 它會變成是平的 所以你這邊加深 並不是這邊加深 所以 大家記得 概念是這樣 一個立體的東西 我們都是由上往下看對不對 像這個東西我們是由上 例如說我看這個杯子 我是 這樣子由上往下看 所以這是上面 離我們比較近 這邊離我們比較遠 對概念是不是這樣 所以不是把下面化深 你反而可以把這邊的對比度加強 讓它的 這個瓶子好像立起來這樣子 而不是整個又變平的喔 這個概念是這樣 但是你去看照片 反白說它一樣黑啦 對不對 你看照片喔 這裡和這裡都一樣深 甚至於可能這邊更深 但是你這邊化太深 你這邊是不會立起來的 那我們把這邊的對比度加強 反而把這邊放弱掉 你的瓶子就會立起來 相同的道理 這個 這個紅膠的部分 把你的頭加強 你的頭會跳出來 這個就會跑到後面去 所以你的 概念裡面喔 永遠都是一個 記得喔 空間概念 離你越近 或者是 以主角為優先 主角先跳 那第二個是 誰是前誰是後 利用這樣的概念來做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去解讀 照片來 照片裡面的東西 因為 照片的 拍起來喔 很多都是有問題的 好就是說 照片會壓縮很多空間桿的動作 所以會讓你很多地方看起來 怎麼感覺都差不多 或者是 好像反過來 不重要的東西 反而比較 比較深 好這個時候 你必須運用你的觀念去做畫 你畫到的是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而不是去 畫的跟照片一模一樣 你必須要去 先把這個觀念先 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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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再來喔 來這邊再做 好轉折過來 轉折過來 你看喔 越修越細喔 剛開始我不會 畫很細喔 但是我一定會越修越細 你輕輕的話 它就會比較淡 你重重的話 它彩度會高 它就會突出來有沒有 所以你下的越重 不過先說因為它 我們這個紙有一個 它吃那個粉有一個 對對對 有一個極限啦 我們上次一直說 它會有一個極限 所以到達極限之後 當然它也吃不進去 那我就是說 那你就可以把下面的粉 擀掉一些再來做 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好那這邊我們不要 上太多 再調回來 這個橘一點點 調整 一點點就好 這邊的黃黃黃 到這邊越來越 越來越不黃 對不對 越來越不黃 你這樣才會有 從左到右不一樣嗎 你如果 都圖一模一樣 那你就 就是我們講的 你是分不出來的喔 記得這些概念的存在 好最亮的地方 我一樣 我用一點點 我們這個 納布勒絲黃 這個很好用 有點像膚色的感覺 先塗 那等一下我們再塗白色 就是 白色部分我可能會 後面 再加 就一剛開始 不要加到這麼多 去增加 它的層次感 你看這樣 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豐富了 吼 好這邊吼 我們先暫時補作它 好 接下來這個梗吼 我先把最深的這個 顏色 我先畫一下 這個梗 我先做最深的顏色 進來 來這邊 虛掉 拉過來 接到這個 那個 好 用紙筆 磨 這樣子的磨 把它磨 把它 顏色壓進去 用紙筆把它壓進去 壓進去 壓進去 好接下來吼 我們就是 先畫那個 那個 熔岩 來熔岩 灰色 有點像 咖啡色系這個顏色 先來一些些 中間我就直接留白了喔 中間直接留白 中間直接留白 來把它抹一抹 把立體感先抹出來 好一樣 慢慢加入 那個黃色 一點點黃喔 一點點黃 一點點黃 繞在邊緣 繞在邊緣 好 開始繼續磨 磨 你的手剛好灰灰的 磨起來的 彩度就會沒那麼高啦 喔 接下來用 那個 膚色 把它擴散出來 用膚色 把它擴散出來 從最亮的擴散出來 它又有兩顆 越來越明顯的 吊子跑出來 有沒有 是這樣 好 桌布的部分 我們要用這個顏色先來 中間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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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影子留下來喔 把粉吹掉 好 布紋這邊轉折 請你 畫到這邊 淡掉 那等一下我們利用紙的顏色做布紋深的顏色就好 我就不要另外再上色了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過來 布紋過來 對不對 好 這邊慢慢的上 上上 好 這邊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要轉過來 來修 我 紅膠的 邊緣 對不對 把邊緣修好喔 是不是這樣 好 這個是布紋的 皺褶 空下來 你空下來就對了 那這個動作是做什麼 我先把這邊上完我再一起磨給大家看 好 這邊又是暗的 請你空下來 這邊又是亮的請你畫下去 轉折過來 轉折過來 好 這邊的那個 梅子沒有畫喔 它就不會跳出來嘛 對不對 當然你如果畫得很細 那你就有機會再畫 那你畫得如果沒有很細 那你這邊就不要畫 我們就先把一個大 就是說 你做到這樣至少有60分 對不對 那你再往裡面做再做更細一點 你這邊就要再做更細一點點 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要畫到這邊很細 跟這邊都差不多 那你就會失去 主角的部分往前突出來的感覺 所以你必須要去衡量這個地方喔 但是 鼓勵大家還是多做啦 有沒有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喔 我想一下 好 我還有另外一隻手可以用 好 這邊喔 磨 欸 大家 練習左右手都開工喔 你這樣會變得很聰明 對不對 這邊漸層 它就會變成一個桌布的轉折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這邊在做 有沒有 把它抹 用你的 每隻手都可以運用喔 上次說還可以用 隔壁的手嗎 好 這樣子 好 再加白 加一點白色喔 再把最亮的地方加白 過來 它就會再白一點喔 對不對 就會再白一些 好 一樣 好 還好我還有左手 來得剛剛好 不好意思弄髒你的手 亮的地方再來 你會 越畫喔 那個轉折會越漂亮 我稍微做一下就好了 好 接下來這個布這邊怎麼辦 做反光出來 但是反光我們不會做那麼亮 我們一樣用剛才的這個 剛才做的這個顏色來 你看喔 我把這邊的反光做出來 布紋這邊就會跳出來了喔 這邊布紋就會跳出來 我先用 基本上是這樣喔 你現在在用這個顏色 你就從頭到尾都用這個顏色 不要一直換色 換來換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顏色就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 所以我會建議你現在在用這個顏色 你就從頭到尾都用這個顏色 把它做完 例如說 這邊有一點點 我也做一點點 這邊有一點點 我也做一點點 這樣對不對 那我現在在做紫色 好那我只要 想要做紫色的地方 我都做一點點 只要我這邊想要做紫色 我都做一點點 對不對 反光喔 反光 這裡 反光這裡 我都做一些些 這樣的方式去做 這樣的 細緻度就會再更高 來這邊再來 我的那個勒 這裡 這邊轉折 這邊再來 布紋這邊的轉折 轉彎 轉彎這邊 轉彎過來 一條一條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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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這樣點就好 你就會覺得 有那種感覺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都還是 畫得很粗糙喔 但是 你可以越修越細 沒有關係 有沒有 像這樣 這邊再來 好那影子呢 我再用剛才的那個深的咖啡色 把這邊的影子 再畫深一點就好了 是不是 不夠深我還有一個黑色可以調嘛 但是 我如果 這種 折色調畫得夠 我事實上不需要用到黑色來做調整 就不會過深的狀況 有沒有 這樣慢慢的就會跑出來 好 接下來 這個 我在加 這裡 再來 來 這個 這個 那個 梗喔 汁 這樣 連下來 這樣 好粗細的部分 再稍微加一下 中間最亮的地方 我可以再改 這個最亮的顏色再來 它就會更有變化了對不對 你不要每一段都一樣顏色 有些段稍微 然後又有結嘛 結的地方請你再把它再加上去 這樣子 一結一結 好這邊 開始點 因為它那個上面有一點一點的 你就可以去點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做 好 這個影子的部分 我 照樣帶一點紫色進來 一點點就好了喔 不要太多 因為這邊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就不多畫了 好 接下來 那個 這邊我們可以再加 喔 再加 一點黑色喔 把它修得再更強一點點 黑色只是調色而已喔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加別的顏色進去 把這個蒂頭加強 蒂頭一旦加強出來之後 它的立體感 就會做加倍的動作 我會邊畫邊把不要的粉吹掉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 我做畫的視覺效果 來折射這邊 再來 喔 這樣 這樣光影的部分喔 就會越來越強烈 來這邊 有一些光影很強的 我再用白色再下 因為可能我在畫的過程當中 有些會掉 或者是忘記畫的喔 我就會再補 再會補 再補 這邊 再補 這樣子 當你補得越多 它的細節 就會做得越完整 好 這邊再做 你看我會 慢慢 一層一層慢慢做 轉彎 這邊再來 再加 最亮的 地方喔 這邊中間 再加一層 再加一層 有沒有 畫完 大致上 就是這種感覺 這邊我們再補一下 好 所以 你在做的時候 有幾個 畫完就是會是這種感覺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喔 各位同學記得有幾個小地方的小技巧啊 例如說 你要利用你的安面在畫的時候喔 畫上去之後 你要盡量把它壓進去 壓進去 對不對 那你這邊的漸層轉到亮面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慢慢的往上轉 慢慢的往上轉 你不要停在這裡很硬 你就慢慢的往上轉 然後記得喔 亮面的地方的粉 不要帶太多 因為它可能會 你 否則你暗的粉也塗這麼多 那 你的亮的可能就會少做一層 因為我們就 做做 那接下來你再做 一樣 好 你從這邊過來對不對 從最亮的地方過來 一樣你到了這邊 慢慢慢慢變 變 變淡對不對 變淡 好那你這樣從這邊 從亮的抹進來之後 到了這邊 它交繪的地方 才會產生漸層 它就會很自動 自動產生漸層 你不要 黑暗的塗滿喔 那你亮的可能就會塗不上去 那你真的塗不上去就是把粉刷掉就對了 好接下來 再加亮 從最亮的地方 方上 然後也是慢慢漸層有沒有 那你接下來再抹的時候 你要維持最亮的地方 你可以不要抹到它 不要抹到它 如果你抹掉它 它就會沒有那麼 亮對不對 你就不要抹 你抹邊緣就好 或者是你用這樣子 用 用 壓的就好 讓它有點漸層感 然後最後在最亮的地方 你再疊上最亮的 它就會越來越亮 對不對 越來越亮 越來越亮 好不好 就是 你先掌握住這個技巧 今天先掌握住這個技巧 怎麼樣推成漸層 它有一些粉的部分 你一定要注意住 但會產生一個狀況 你的亮的越遠化不亮喔 因為 那個 那個其實問題點就是你下面的粉 已經 太吃太多了而已 你就把它刷掉就可以做這個動作了 好 這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你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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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